被市称为图书馆旺季的暑假 新北市立图书馆也推出了多项的活动 包括图书馆大搜密 小小图书馆员体验营等等 希望透过这些活动呢 让学生对于图书馆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图书馆除了可以借阅书籍 还有其他的功能吗 新北市立图书馆及各局分馆 分别推出了图书馆大搜密 小小图书馆员体验营等活动 让学生对图书馆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在暑假期间 我们针对小朋友办了很多阅读 儿童阅读的活动 那儿童阅读的活动包括像是 让小朋友来体验成为一个图书馆员 怎么用自助借书机来借还书啊 或者是书籍要怎么上机啊 那甚至有一些排假比赛 还蛮有趣的 很多的小朋友不知道说 来图书馆要怎么去利用 那所以我们也办了像漫游图书馆 或图书馆大搜密这类的就是 教小朋友如何去利用图书馆 那如何去很快速地找到架上的这些书籍 如果没有机会参加这些活动 小朋友也可以在网站下载 或是向图书馆索取阅读手杂 只要完成手杂内的挑战 就有机会抽到奖品 另外我们还设计一个阅读手杂 这本阅读手杂里面是 很多的一些蛮有趣的题目 那这些题目大家都可以在图书馆 这个大堡库去寻找填写 然后填写完就要给我们服务台人员 还有机会可以获得抽奖 抽到一本非常有趣的一本图文书 另外各区的分馆也针对自己的特性 举办多种活泼有趣的活动 欢迎大家上网查询 究竟到各区图书馆报名参加 天外天新闻罗吉宗林景瑜 新北市采访报导